嗨,大家好,我是林哲,我是打击乐手 我近期跟林扎亮老师录制了一个云端的backpipe 它是巴托克的一首双小提琴奏鸣曲 那我们俩录制这个呢,是因为我们两个都认为 它特别适合马林巴和小提琴同时演奏 这作品非常活泼可爱,积极向上 动感十足,有点让人想起来童年的动画片 尤其是像龙猫这样一蹦一跳或者是皮卡丘的这种作品 所以我们两个人觉得在抗疫阶段 还是有想鼓舞人仙,忘记病魔的这种作品 让大家看到比较好 那我和林老师是在今年1月份疫情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在香港他林老师做总监的一个premiere music festival 去演绎了梁磊老师和盛宗亮老师的两部作品 之后呢,我们被青岛交响乐团应邀了一个双写作序 就是打击乐和小提琴一起的 那是李博作曲家帮我们写稿 可是呢,因为疫情阶段我们没有办法去演奏这首作品 贡献给大家 所以我们就想说,那我们就选一些其他的作品 因为小提琴和打击乐这种作品现在还库存不是很多 我们还需要创作很多 那我们俩就翻阅了很多七七八八的作品 觉得这个backpipe是目前最好的一个开端 我们之后还会录制很多其他的作品 希望大家都喜欢哦